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锅 今天亲爱的 我们还没有吃一点辣的 我要开始热了 我们就是要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点刺激感 我们今天早上吃的都是一些比较平淡的食物 那今天我们要吃的就是比较刺激感 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一点点的色彩 对 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吃麻辣 所以这一餐我都是为哈尼你准备的 谁的 为什么你这样快的 因为我们要付亚特的配合品 对 我得到亚特其实是 你需要买的吗 对 没有错 所以大家如果是还没有下载的话 赶快去下载啦 对 不要再等了 因为我们也要开餐了 我们不要等你了 再见 刚才我吃的时候 第一口我觉得这个香味真的是超级的浓 它不只是麻 我感觉到麻 可是它的辣就是说中等麻 然后它的香味其实是蛮特别的 刷烤鱼的部分我个人是非常惊喜的 你看它的用料是非常十足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 而且我第一次吃烤鱼 就是麻辣烤鱼 你看它那个粉 包菜的部分 这边也是有很多 哦 它还有冬粉的 你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一家大小都是无辣不还的人的话呢 基本上你都可以 然后这边应该是这一盘就共一家人吃了 其实 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鱼嘛 鱼的本身应该是新鲜为主 我先喝喝一下它的那个 嗯 好 我先试一下它的皮 嗯 它的鱼真的是很新鲜 是我个人可以接受的那个辣度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会吃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吃鱼 对 再加那个汁 嗯 对 它的这个冬粉是非常的 味道是非常的足 因为它正在 我觉得它正在汤里面都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喝下这个汤真的是 好好喝哦 我想说这一间店 其实我特别喜欢是一样东西 就是你可以吃干的 嗯 还有汤 两个就是完美 这个排面完美 嗯 还要加买我们的酸辣粉 对 忘记了 不好意思 因为中国菜当中 麻辣的系列当中 酸辣粉是一个嚼嚼者的代表 那今天我们要吃的是 道道地地我们厨师特地烹饪 烹饪 烹调出来的酸辣粉 是跟一般我们吃的包装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当它的那个面都已经不一样了 感觉上嚼劲好像比较好是吗 对 因为它的面的话 比起那些包装上的 会比较粗一点 好 我觉得我先想试它的这个菜 它味道粉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偏 有一些比较小呛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当你在吃酸辣粉的时候 吸的时候不要吸太大力 因为不然它可能会呛到 所以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大家其实来到怡保的话呢 不只是有一些主流的食物 其实这一些可能 可能大家遗忘的一些食物呢 都是可以在怡保这边找到的 可以来试试一下 怡保不只是只有 你们可能有马菜干 不只是这一些 还有更多更多的美食 等着你去发掘 因为怡保呢 就是一个 还有很多很多美食 等着所有人去发掘的一个宝藏来的 对 然后呢 记得用Food Hunter来找哦 因为如果你是外州来的 你不知道要吃什么 哪里好吃 价钱多少钱 马上就用Food Hunter来查查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立马下载Food Hunter 方便便宜而且又快 耶 好啦 不说了 我们现在马上还要继续吃 还要吃完这些所有的 那么好吃的料理 耶 是你做么 嗯 其实我是二师兄 所以来到大师兄的地方 我应该要敬业一下 变回猪八戒 你不要推那么大力 让你鼻子掉下来 喂 我鼻子是真的 不会掉下来的 对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 就是怡保 我觉得它是一个 Hidden Jump来的 对对对对 因为不是说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可是呢 我看到它的面真的是 哇 流空睡觉 来 我们现在邀请老板 一起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它的故事 爱的鼓力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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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板请 你好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你好 你好 我姓Dai 所以这里叫做MasterDai 大师 怪不得是大师兄 其实是大师兄 你对吧 大师兄 我说是烧昂 所以主要就是吃一些 Fusion 台湾和马云新加里的 Fusion 绵 明白 还有呢 就很疑猴 你怎样会想到台湾和人口 来到新加里做这个结合呢 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你看到我这样的尺寸 你们都会知道 我是一天 十秒跳 我们就一直这样试 试些有些什么是适合 可以带到我们的朋友 带到带来之余 我们都要录个拉丝 它有本地的口味 明白 那结合了几样东西之后 这些就是我觉得 比较适合我们的 例如说 我第一次来的 但是我吃不吃那么多东西 老板你最推荐是 是一道 肯定要试的 肯定要试 肯定要试 一定要试 好 要面 还要解我们的 红烧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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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个好像小原子上高的酱汁 我们一般吃豆腐都会吃到很咸味 所以这个豆腐就拿了台湾式的香料奖 加上日本这个 所以我们的本地叫柴鱼片 柴鱼片 柴鱼片 大家有大家的味道 明白 那这个呢 这个也很好 这个我们就 当然了 滑蛋鱼就算 若果出名的 荷粉就算是滑蛋鱼 对 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加入很多 驱惑给乳客 就是这个是牛肉滑蛋鱼 对啊 因为我看到一片片的肉 我也想问你什么肉 我们也是用澳洲的牛肉 滑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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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牛肉 你说是滑蛋鱼 所以它不是全熟的 它不是全熟的 可能是50巴仙 我喜欢半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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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油条 油条 但听到它叫老油条 老油条 浸了这个熟湯之后 那老油条也变成 滑油条 老板也喜欢滑的东西 好 那我们首先都要问一下老板 其实用了这个Food Hunter App 老板你是UnderFood Hunter 那你觉得有什么受益 和给客人有什么利益 很初期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奇怪 就不是说很特别理常 但当然我参与了 参加了这个Food Hunter 原来的Food Hunter也挺好的 开始有很多客人 有很多客人 是会原来 可以在网站上购买 所以其实的反应也不错 所以我来说 双赢就是这样的 Win win situation 那你觉得 如果是更多的客人来吃 他们会有什么更多的好处 在那里面的好处 要不要更多的抑制 首先我相信 Food Hunter 都会一直这样做 优惠 对 对 没错 我们都会用得很圆的配合 好 多谢老板 多谢你 如果还没下注的话 记得要下注 可能在这里 你应该在这里 对 快点开餐 鸡白鸡很饿 好 它的肥肉不多 它只是一点点肥肉 而且是夹在瘦肉的中间 所以口感一流 怎么样 味道 它的酱不一样 它有多一点鲜味 而且它这个鲨鱼片 跟上面有一点葱 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有层次的 它不会说太咸 可是它是有偏甜一点的味道 然后有一点海鲜的香味 我是没有试过这样子的 就是牛筋丸 好 好 请 小碗面 这个真的是很特别 因为这个瓦丹 我们没有一次看过 是澳大利亚牛肉片 而且重点就是 它是有鸡跟牛的主 我觉得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其实是融合得非常好 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我们家猪肚 非常好喝 我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她们不知道你自己本身 又爱吃哪一道料理 赶快来这边吃了之后 在我们底下那边留言告诉我们 好不好 然后记得要用food hunter 因为你会越吃越便宜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对 好 那我们 我们要去下一家了 对 我们要去下一家再吃 继续挺持着food hunter的精神 继续吃 对 一直吃 好 我们下一站再见 下一站要去哪里拍拖呢 俊俊 我不知道 感觉像吃得好像又没有饱 又好像没有饿 对 我觉得还想吃一点 小鲜肉 是小鲜肉 会不会读起来像小鲜肉 对 小鲜肉不是你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适合我 我们就去看一下 好 那个名字很展规 对 food hunter其实也有秀这里 是吗 对 我们进去看一下 有什么吃 这里好像不错 是 是 那个酱很熟的 老板 你准备很多 我在吃东西 刚刚不是那边的吗 是 所以你来吃东西吗 应该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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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对 老板 自己开这么多间店 这里吃什么的 鲜肉 这里叫做小鲜肉 就好像代表我一样 好像我 老板 我一定 行了 等一下我叫到一碗 你们分享吧 我不吃了 好 小鲜肉主要就是吃米饭 好 出名的是什么 出名的 因为这里我们用黑毛猪骨 来用汤底 这样就用平民的价钱 吃小鲜肉 好 不如快点回来试一下 当然有 可不可以遮 好 好 这么多东西 老板 很快 而且很适合 全都是汤面 怎么加快 对 魔法 肉肯定 魔法 这个就是肉肯定的魔力 所以觉得一流 好 现在就先试一下 我想老板介绍一下这一味 首先我会说 所有的汤底都是黑毛猪骨汤 黑毛猪骨汤 再配上不同种类的味道 黑毛猪来自西班牙的品种 是黑色的 主要特别的原因就是 黑毛猪就是吃橄榄果 即是橄榄 其实吃橄榄的猪有什么分别 香 哦 味道香 散发一种香味 其实黑毛猪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黑毛猪的营养价值和猪差不多 没有那么多杂质就更健康 哦 明白明白 那我们开始介绍一下这个汤 因为我看你是很鲜的汤 这个是我们的黑毛猪配蕃茄汤底 蕃茄汤因为它酸和甜 通常我们都会用来配海鲜 我们配石斑鱼 还有海鲜蝦 那老板这个好像有点辣 这个是我们的味噌香辣汤 这样配一些猪肉丸和花肉料 为什么那个又配蝦 没有配蝦的 因为海鲜和蕃茄正正配合得很好 香辣就用来配猪肉 所以会更加感上天花 哦 其实配料是很重要的 其实老板 对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的鎮店之宝 就是我们叫大厨三平 里面是所有的东西 有猪肉 有芭果 有芭果 再配上我们的杏默煮骨汤底 哦 那整个比较清晰 那这个呢 最后一个就是海鲜拿鸭汤 海鲜拿鸭汤 就是这种日本沙白 这种肉质是比较厚 咬起来比较有Q感 好了 我们看到有些菜咬在这里 小菜 小菜 这个是我们的红油饺子 我们有鼻仔红油 加上自制的饺子 这个呢 是迪都尼堡的出名之一 就是焦糖蛋蛋 焦糖蛋蛋 那我就经过很多思考 做为测验之下 就做出这个 比较有焦焦味 大而不甜 那整体没那么浓 不如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啊 这卡开始了 都等了很久了 耶 我们要准备开餐了 小鲜肉准备好了吗 小鲜肉准备好了 好了小鲜肉 你先开始吧 这你Ts duplic 我觉得这一场 那如果你喜欢这些面食 或者是一些小汁 或者是甜点的话呢 都可以在小鲜肉身边找到 一样也是在 Crisis urge 的搜寻之下 就可以找到了 那如果你是小鲜肉 或者是你男朋友 老公是小鲜肉 也带他过来尝一尝发 辣的不辣的都有 还有甜品 对 记得刷 刷起来 那我们即将会用《Food Hunter》 再去下一集 那千万不要忘记要下载我们《Food Hunter》 因为整食又方便 价格透明化 越吃越便宜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订阅 按赞 还有分享 我们下一集见 再见 和医保有一点不一样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来到这个地方 制作单位跟我讲 要来太平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太平究竟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呢 也见识到什么叫做雨城太平 因为是一个小城镇嘛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的亲切 我们非常的开心 太平底了 你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乱 有点资格